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懷舊蒸水蛋 豬油渣 油炸鬼 雞蛋 這個油炸鬼 我們之前視頻有和大家分享過 我們將油炸鬼設施 這個傳統的美食 放上油炸鬼 豬油渣蒸出來的水蛋 它是非常有特色 香滑可厚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油炸鬼 我們可以用來蒸水蛋 羊魚肉 煮糖水也是可以的 現在我們用這個豬油渣 是我們買肥豬肉回來 炸了油 所剩下的油渣 放上小許鹽 雞蛋三隻 視頻下方有一個詳細的配方 將雞蛋發均後放上清水 清水 清水逐少放分批放 這個簡單方便美味可口的傳統美食 在家裡是非常合適 然後把雞蛋排放進去 咖啡蛋排放進去 將雞蛋排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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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適量的油炸軌 油炸軌不適宜放太多 燒好一鍋水 水滾後收到最慢火 大約蒸20分鐘 中途最好鬆一到兩次濃蓋 現在這個成品就做好了 這個傳統的美食 豬油渣炸麵蒸水蛋 它嫩滑可口 非常有特色 放上少量的香西蔥花 同時也可以放少許的熟油生抽 喜歡的朋友可以在家裏做些品嘗 喜歡這個視頻請大家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